他哪邊有這樣子其實還蠻蠻蠻好用的 那程式也不困難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讓各位想一想自己去踹一下 不過因為真的沒有時間沒有辦法給你們 一般一般我上課我會先把結果秀給 給同學看 看完之後請你去想想看 我不告訴你答案 因為你沒有經過思考的 沒有經過思考直接給你答案的話有時候真的 就欠缺你那個思考 因為你還是要想過之後再來做 做出來比較會有成就感 而且比較知道說你哪些是盲點 不過因為我們時間其實也不太夠了 所以我大概 回去你們可以再思考看看 也許你們先做一遍回去再找時間 再想一下 那當然第一個也是一樣 跑範圍 第二個的話判斷是不是能夠被棄診除 那能不能被棄診除的話 可能你們在程式設計裡面 就這一個 也是一樣 插入一個程序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話 Input Box 丟給A 我輸入個7 那A就接收到了 那X跟Y這個部分都沒有變 對不對 然後的話呢 3到多少 這個也沒有變 會變的話 就是說 我裡面的值 如果能夠被 7 或者某個數整除的話 這邊有一個 一個運算 一個運算員 這個運算員的話 就是 除了加減乘除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MOD 這個MOD意思就是 餘數的意思 求餘數 比如說這個 這個裡面我們出生個裡面的詞 MOD 7 谢谢大家